《經濟日報》報導說 恆地主席李兆基早前向政府提供捐地名單 地皮主要集中在新界東北 報導有引述消息說 政府在當中選到7塊地皮 足夠興建幾千個面積大約300平方呎 樓價定在100萬以下的單位 全部都是由政府負責興建 報導有說李兆基今次願意無償捐地 其中幾個初商負貸條件 是給年輕人能夠以100萬免首期上車 和提供較低的每月供款額 令年輕人可以專心發展事業 報導說那7塊地皮不是全部都位置偏遠 其中有兩幅相對較小型的地皮 附近已經有齊全的基建配套設施 意味政府無需再投放基建資源 就可以隨時發展土地 據了解初商會議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等雙方簽好文件後 最快4月底前 會聯合公布這個青年版的薑屋計劃 香港昏迷電視記者葉永賢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